哎你好大家好我是菜少 今天来给你们做一个教学 今天教学是教你如何 当你遇到Final Cup 要最好剪辑完影片完之后 最后要输出影片 发生的闪退的现象 那为什么今天会教你们这个教学呢 主要是因为刚好我最近 我的Final Cup更新到 10.5.3版本的时候 然后我更新的最新的版本 我当我要将我的原本剪辑好的影片要做输出 却发生了不断的闪退 试了N次之后 每次都是一直闪一直闪一直闪 发生这样状况让我有点发狂 处理过程中当中呢 我甚至将我的Final Cup删除掉 重新安装 一样还是发生闪退 那我甚至把我的Mac 整个重新安装 恢复到原厂设定 安装完之后再重新安装一次 Final Cup 它还是发生这样的闪退的现象 为什么你们可能会觉得说 我干嘛把我的Mac重新安装呢 其实是因为我的Final Cup之前 我安装了很多的外挂程式 我想说会不会是因为外挂程式的关系 造就我的整个Final Cup软体的不适应 变成它无法去输出影片 它一直不断的当机 当我试完这些东西之后 它还是一样的闪退 所以我就开始去寻找其他的方法 我也想试很多很多方法之后 其实都还是一样的失败 我当我要准备要放弃的时候 我终于看到一个网友一个分享 他告诉我说 他的英文版本没有发生闪退的现象 当我们看到这样的讯息之后 其实我们就想 会不会是英文版本就可以正常使用呢 因为像我的版本的话 我是都使用着中文版 你可以看到 这边都是属于中文版本的部分 因为我当时使用的是中文版的状况 所以我想说 我换成英文版本 是不是就可以就可以完成了呢 首先很简单 你们可以先看到 我先测试一下我的中文版情况 你们应该是发生像我这样的情形 当我剪辑好我的影片之后呢 我要按输出按下导出影片 下一步把按储存 叮咚 有没有就这样 就这样 不见了 不见了 所以我相信你们应该也遇到像这样的情形吧 就发生闪退 有没有 然后后来跑出这个讯息问题 不好给你告诉说 啊你发生的故障啊 然后不正常的跳出啊 但谁知道这个东西 谁看得懂就这些东西啊 我相信他这些文字 应该还是有人看得懂啊 但是对我们大部分来说 我们哪看懂这些东西啊 是不是 那没关系很简单 我们现在就教你们正快速的方法 首先呢 你只要到你的系统偏好设定这里点下去 然后去找到一个叫做语言底地区 然后看到左手边这边有个叫简体中文的 我们把它删除掉 然后再关掉 OK这个时候再重新打开一次你的Final Cup 你们先让你看一下 在输出前呢 那你们可以看到我上面这一排 有没有它变成英文的标题 你看看这个时候代表你的已经变成为英文版本的状况 那我们现在要把它输出 一样导出影片 好 那就把它按下一步 但目前都还正常哦 OK我们再按下一步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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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么多方式删除掉我的Final Cut 删除掉我的Mac软体重新安装 花了整天的时间去做这个事情 那最后Setser均然只要改成英文版本 就可以正常使用 那目前如果你遇到像这样的状况 要输出影片 让它导致你会不断的跳出散出 让你感到崩溃的时候呢 很简单先改成英文版本就可以了 那当然如果你改成英文版本之后 还是有以上这样的事情发生 就是不断的散退 我会建议你可以试试看到官网的方法 它有介绍一连串的解决的方案 你可以到处从那边试试看看 每个步骤试试看看 看是不是能够解决 那我会把另外一个解决方式呢 贴在在影片下方的资讯那边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那边有个连结 希望可以帮助到你们 好的那今天影片都有介绍到这边 希望你们会喜欢 那喜欢这支影片呢 帮我点个赞 并按个开个小铃铛 顺便订阅一下吧 这也是对我算是个很好的支持 OK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我们拜拜